台中南屯動物收容所一致排開中大型 米克斯最常見的黑色白色黃色 還有臘腸狗 这些都是民众弃养或是流浪 无家可归的狗狗 因为没有植物晶片找不到四组 因此现在动包法规定 不管从何种管道取的猫狗 都必须植入晶片 约0.8公分的晶片像是打针一样 注射进狗狗的皮肤 等于帮狗打上身份证 狗狗有了晶片号码 只要走丢遗失或是弃养 都可以上网查询到 四组各自联络方式 以及确认这只狗是否绝育 有无打狂犬病疫苗 这些都是为了控管流浪犬的数量 提高走失宠物巡获的几率 宠物店或者环子厂出来 他们卖给你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资料给他 第二个他已经吃好晶片了 他会购付给你 他里面会有你的资料 一般人没办法去变更 就是说你的等于一个身份注记在上面 从合法的动物收容所 羊羊全貌办理程序上SOP 为植物晶片绝育 加上打狂犬病疫苗 如果从其他管道取得 四组为植物晶片 已经违反动包法 宠物晶片就像是帮小孩 审保户口申请身份证 保小孩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如果被查出隐藏户口 四组可失会挨罚 再次我们另外就现真台中采访得到